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本书的主题就是讲述小数据的美尿之处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现在提起数据,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大数据,也能深切体会到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然而,大数据虽然看起来无所不能,但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大数据过于重视共性或是个性,缺少对细节的挖掷等等。 而这些缺点正是小数据的优点。 在本书作者看来,要让数据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就要在重视大数据的同时,挖掘能够体现细节和深度的小数据。 本书的作者叫陈辉,是一名精算师,央财国际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 他在金融、精算和保险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深入了解到小数据的退之处。 说了那么多,那么,到底什么是小数据?小数据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跟你分享分部分内容。 首先,来看看小数据的概念,以及它的两个具体特征。 其次是小数据的应用,来看看小数据怎样准确应对未来。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利用小数据需要掌握的四种思维方式。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小数据到底是什么? 小数据虽然叫做小数据,但事实上并不是指数据的体量下,而是指统计对象的范围下。 主要是面向个体,对个体的生活习惯、社交行为、残务状况等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分析,并对外形成一个富有个人色彩的数据系统。 小数据范图下的个体不仅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一切具有完整内部环境的个体,如家庭、企业、学校、医院、生态环境的。 这就是小数据与大数据的不同之处。 大数据往往以大规模群体为对象,测证于广度,能够反映整体感冒。 而小数据主要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测证于深度,能够对个人数据进行深入准致的挖掘。 以健康医疗领域为例,大数据诊疗可以通过大量的病例样本,形成各种疾病诊疗的大数据,然后总结出疾病的规律,从而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 这是一种归纳和提炼,不仅造成了千人一面的问题,还忽略了疾病相关的遗传因素、饮食习惯、心理情绪等信息。 而小数据不同,由个人数字跟踪驱动的小数据,可以连续安全私人的收集并分析你的工作、购物、睡觉、吃饭、锻炼和通勤等数据,最终形成一幅只属于你自己的健康字画家。 因此,相比于大数据,小数据主要呈现出个性化和准确性两大特征。 个性化是小数据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对于很多疾病,特别是糖尿病、风湿病、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大多是发生在患者日常生活中,而且与生活习惯相关病时的因素息息相关。 如果仅仅依靠大数据,我们很难判断某个个体的发病概率,小数据就可以弥补这缺陷,利用可穿戴设备、便携式传感和智能手机应用等技术手段。 追踪和记录日常运动、睡眠、饮食、心情等个体行为,然后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得出真实情况。 早在七年前,英克尔和通用电器共同出资成立医疗保健公司,利用小数据的个性化特征,采发和推广了一款传奇,用于慢性定治疗、独立生活和辅助技术的。 在治疗过程中,小数据除了能体现个性化以外,还表现出了准确性的特点。 比如,某个患者使用大数据确定了自己的病症,下一步应该采取治疗了,可是却没办法确定具体采取哪种治疗方案,也不能确定每次应该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 虽然药物说明书上有用药指导,但那个数值是基于大量病人的海量数据统计分析得来的,未必能够适合这位患者。 更何况,有些病症特别是癌症治疗,种瘤细胞的DNA对不同的癌症病人会引起不同变化。 同样一套治疗方法也许对某些患者有效,但对另一位患者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对众多患者用一种疗法是不科学的。 这时,就需要利用患者自己的小数据分析个人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来提高治疗方案的准确性。 由此可见,大小数据属于两个不同患者的概念,两者之间不是颠覆与被颠覆,替代与被替代的敌对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 从大数据中得到规律,再用小数据去匹配个人,将会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数据运营方式。 好了,了解了小数据的基本特征,再来看看,我们可以利用小数据来做些什么。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小数据的应用。 小数据这种突出各梯的独特优势,能够广泛应用于健康、医疗、军事以及政府管理等各个领域,但最为突出的应用还在于应对未来。 那些代表着不可预知的黑天鹅,让人视而不尽的灰犀牛,以及让人吹仙三尺的独角兽,虽然让大数据无能为力,但对小数据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首先来看,小数据怎样找出黑天鹅。 黑天鹅代表着不可预测的重大和罕见事件,一旦出现就有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911袭击以及2008年的次大危机。 这些事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没有人能够预测出来,即使是被记忆厚望的大数据往往也无能为力。 在预测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时,当时的赫芬顿邮报等媒体利用大数据模型,认为希拉里的获胜可能性为98%,但结果是大错特错。 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黑天鹅事件。 那么,黑天鹅真的完全不可预测吗? 当然不是。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七规律可寻,只不过一些事物的变化规律还没被人类掌握发现,不清楚事物变化的因由。 才会感到事物变化无常。 作者认为,集电式突发意外,发生之前总会有点桌子马迹,也必定会有一段能量爆发前的积聚期。 只要通过小数据分析,重新检验每个因果关系,这样就有可能找到黑天鹅。 比如,据市政经的911袭击事件,美国当局如果能够分析飞机驾驶记录见过小数据, 就会发现,有几位飞行学员只学习如何起飞,而不学习如何降落,这种行为看上去就很反常。 这种因果关系就要被检验出来,就不难发现问题。 那么,也许911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小数据不仅能够找出黑天鹅,还能够驯服灰犀牛。 通常情况,我们用灰犀牛来表示那些太常见,以至于人们吸引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风险。 比如,人们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是会去吸烟。 人们都知道醉酒下车危险,但还是有人会去侥幸冒险。 人们知道雾霾,气候变暖,饮用水短缺,早已发展成趋势,但依然心存侥幸,选择逃避,等等。 也就是说,决策者即使拥有海量信息,也仍有很大可能做出错的决策。 利用小数据来应对会信额的方法比较巧妙,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危机的独特之处,并且把它们作为机遇来面对。 这样不仅能夺避灾难的袭击,还能从中获益。 例如,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一些华尔街内部人士早已预料到,由于风险累积可能会爆发危机,但是爆发的时机没法准确掌握。 于是,他们就寻找有政府背景的企业高管进行危机应对交流,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或许相应的小数据来判断危机是否临近, 甚至预测危机发生后政府是否会出手相助。 因此,他们在危机到来前尽量抛售个人持仓,并通过选择做空,不但躲过了危机,还从金融危机中赚到了钱。 说起赚钱,就不能不提起独角兽企业,小企业同样能够打造独角兽。 独角兽,专职那些估值达到十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一般引领着产业变革的方向,能带来全球产业的颠覆,比如说脸书、领经以及优步。 独角兽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呢? 作者认为,它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每件事上通过运用小数据思维,一点一滴做出来,成长起来的。 比如在初创期,要学会用小数据思维,找到适合创业的领域。 国内某二手车平台创始人,在选择创业方向时,就通过分析国内二手车买卖这个小数据,找出了二手车交易栏这个实实在在的痛点。 在选择进入市场实际时,这位创始人通过小数据确定,市场需求有爆发的可能,而且市场上没有竞争者,于是勇敢地迈入市场。 创业当年,交易额累计超过37亿元,2017年又获得了币轮超过4亿美元融资,已经形成新的独角兽。 所以,真正能抓住机会的,一定是那些能够看到小数据的少数人。 事实上,无论小数据还是大数据,都是一种为我们所用的工具,而工具能否发挥效力,关键在于使用的人。 怎样才能利用小数据呢? 这就是今天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利用小数据需要掌握的四种思维方式。 作者指出,小数据思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样本思维,精准思维,因果思维和遗忘思维。 我把它们一个个扒开揉碎,给你讲清楚。 所谓样本思维,简单说,就是要学会以小见大,最终把握问题的实质。 客观世界中,事物间存在着千丝万缘的联系,样本思维,就是要通过细节,找出隐藏的本质。 古人说,银叶落,而至天下秋。 如果能够从细节中预测到未来发展趋势,就已经掌握了样本思维。 样本思维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 当时,英国约克大学统计学家约翰·格朗克根据伦敦郊区人口的丧葬和教会洗礼数据,统计出出生率和死亡率。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对伦敦的总人口做出了相对准确的估计。 这种方法就是后来的统计学,即使在大数据剩下的今天依然被广泛使用。 其次,精准思维,同样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思维方式。 它强调具体和准确,要求动作精准到位,在一个个具体的点上解决问题。 互联网产生的大量信息中,很多是无效信息,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看清真相。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平台开始运用精准思维,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个性化的信息,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 比如现在流行的某新闻APP,就是基于数据挖掘与提炼的新闻客户端,能够根据每个读者的喜好精准地推荐信息,从而迅速成为行业领军品牌。 第三个思维方式,叫因果思维。 主要关注为什么。 这就像中医,要通过望闻问切获得个体数据,然后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找出病因、病症和解决方案之间的联系。 作者举了个例子,有个人车祸后双腿一直疼痛,很多医生都认为是外伤尚未痊愈造成的。 但CT检查险序,其腿部骨折已经愈合。 患者求助中医后,医生通过望闻问切找到了病因,原来是失热壁阻造成的疼痛,经过简单治疗就痊愈了。 小数据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遗忘思维。 其实,遗忘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直接影响我们的决策水平。 遗忘有助于我们把遗忘的经历进行归纳总结,提取有效信息形成经验。 对于小数据来说,遗忘思维就是忽略那些不相关的无用数据,保留有价值的个性化数据。 这是小数据中最具价值的财富。 国内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就是通过运用遗忘思维来收集学生数据。 在学生数据的来源上,他们选择校内学习,这个占据绝大部分学习时间的场景,进行小数据分析。 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从而使生源获取成本明显低于同业竞争对手。 好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首先,小数据主要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深度,能够对个体数据进行深入精准的挖掘。 相比于大数据,主要有个性化和准确性等课征。 其次,小数据在预测方面表现一味突出,能够通过蛛丝马迹找出黑天鹅、化解灰犀牛危机,甚至培养出独角树企业。 最后,利用小数据需要掌握样本思维、精准思维、因果思维和遗忘思维,四种思维方式。 终于沙坊